哈喽大家好 我是喜欢打上海敲马的凯哥 视频每天更新 欢迎大家收看 喜欢的小伙伴们可以给点赞或者关注一下 谢谢大家的支持 本期视频三集联播 还请大家耐心看完 本场麻将门飞的规则 先看一下第一副牌 起手花也不及格 只有两个花 三万抓进来 这个牌倒是多大只 手里一层牌没有 算是山上张的牌型 抓三条那就开掉一堆六桶 小鸡没有了 应该开一堆小鸡更为合理 打得有点粗糙 抓五条再打东风 来四条那就打掉小鸡 来七万那就打九万 先定将 七万抓克子 这个牌看看是留一四桶 还是留三六条 外面桶子出来的少 我选择打二桶 留三六条的大只在手里 虽然说出来的挺多了 但是俗话说的好 越臭越有 这个牌有意思 上家吃三桶能听牌 没有说吃敲 我正准备去碰 上家又说不听了 得饶人处且饶人 好人还是有好报的 让我抓花杠五万听牌 前面碰三桶花不够 而且不听账 所以说并没有去动 上家肯定是有牌型 现在上家倒是真的挺牌 看看谁的运气更好 再杠 三条杠开 开心快乐 五个花24分 加个苍蝇29分 还好心软 才有了这一副杠开 看一下第二副 这个牌是两上杖 来六条 先打没用的三条 现在多对子 或者说是多搭子 北风抓克子 那这个牌就简单 肯定是开掉卡三桶的搭子 现在就是一上杖 上家大门新听牌 我下家还在创业啊 从他打的牌来看 应该是在做调制的混一色 抓八条听牌 打二桶 上家抓两万点炮 四个花十分 加个苍蝇18分 看一下最后一副 最后一副牌七色无画 抓三桶打四万 这个牌就是一上杖 当然了 这个牌大致还有调整的空间 八条外面打出来两张 这个大致也不太好了呀 来六桶 那就打掉九条 我的牌大致也算是调整到位了 来三桶 先打四条 应该是忍受不了了 直接吃敲了 对下也听牌了 花来了 无花果是做不成的 杠八条听牌 拼一张三桶 两家都不要 那这个牌应该是我听的最好 上家也听 现在是四家都听 下家抓七桶点炮 一个花四分 加个苍蝇13分 大好 tecn문了 我也能做得好